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我家的地让我熟识的啊 那都能照镜子 你知道吗 什么啊 老爷们不该干这活 我告诉你 好老爷们 啥活都干 哎呀 这收拾收拾 哎呀 这起码看着他也立正啊 是不是 哎 小川啊 我刚才听着动人就像是你 还真是你 进来吧 来 经理 等一下我这个东西啊 进来 哎哎哎哎哎 好嘞 经理 哎呀 头皮来我们家 不用客气啊 来来来来 坐下 哎呀 你说你看我就看我呗 还拿什么东西啊 经理 不是东西 啊 不是 不是 经理啊 这个不是东西 那不是东西那是啥呀 垃圾 垃圾啊 哈哈哈哈 啊 小川啊 哎 你说你这个平时工作干的挺好的 啊 很诚实个孩子 这怎么开始编瞎话了呢 啊 经理 我没编瞎话啊 你没编瞎话啊 你说你给我来送礼 然后我打开一看 里边是垃圾 那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知道不 站好了 不是 小川 你说咱俩同事这么多年了 你还不了解我吗 了解 你今天来我这干什么来了 经理 你不是落枕了吗 我媳妇让我来看看你 你媳妇是经理 还我是经理啊 我媳妇是经理 啊 不是 那个你不如我 不是 那个我 还行了 别说了 你走吧 你个奇管炎呢 你真给我们男人丢人 经理 我走了啊 走走走走走 我回来 又咋的了 这个 你这个东西啊 还得给我留下啊 哎呀 经理 啊 他真是垃圾 你个奇管炎 他就是垃圾 你也得给我留下 你看啊 你这么怕媳妇的一个人 嗯 然后呢 你媳妇呢 让你来给我送礼 然后呢 这个礼呢 你再没送出去 那你不得回去贵催板啊 啊 贵榴莲 至于吗你 真是的 哎呦 哎呦 这么的吧 啊 我呢 给你五百块钱啊 然后这东西就算是我买的 回去呢 你跟你媳妇也好交代 你走吧啊 哎 经理 啊 这个东西不能给你 不是 你不给我 你带我是来干嘛 啊 这不是刚才在门口你把我喊进来的吗 对对对对 我想起来了 不对呀 啊 啊 哪有那么巧的事儿 你拎着东西在我门口晃悠 然后呢 你进来以后说这东西它不是送给我的 谁信呢 啊 不说实话 经理 我怎么回事儿 经理 我给我说 经理 我怎么回事儿 经理 我给我说 经理 我这东西谁给我老丈人的 他就住酒楼 就稀罕这个味儿 你说你就别再跟他抢啊 不不不 我不跟他抢 你别再抢啊 我不抢 我不抢 你不抢了 我不抢了 那你还要吗 我不要了 经理 我走了 不不不 你别走啊 经理 你怎么出尔反尔啊 不不不 来来来 过来 这么带 我给老丈人拿点东西啊 不不不 这 哎呀 看着没 这个啊 攀长喂酒 好喝 不上头啊 哎呀 这儿呢 还有你嫂子早上买的橘子 可新鲜了 哦 对了 还有 这是老家拿来的木耳 纯天然绿色食品 哎 拿着 给老丈人拿去吧 哎 经理啊 我我我我这不敢要 经理 瞧不起我呀你 不敢 那我也不能要 你不要是吧 那你那东西我要了 要 要要 我真能要 好吧 好 经理我替我老丈人 谢谢你了 好好好 哎呀 来小心点 经理再见啊 再见 哎呀 哎呀 哎 这叫啥事啊 本来是我来看经理的 别看经理看我老丈人了 哎 媳妇你看 我看你是不想活了 不等我就想先进去 刚才啊 刚才就买这个 这个呀 这个能送出去吗 哎呀 就这个攀长闺酒啊 还不错 剪了还没放你 给我放你 哎呀 媳妇不是 不是我就纳了闷了 你说你咋啥都整不明白呢 啊 这盒啊 这盒 就这盒海鲜还凑合 不是啊媳妇 这可不是海鲜呢 这是垃圾 哎呀 会边瞎话了 知道说送海鲜 人家不能收 挺有进步呀 别别别 谁呀 媳妇啊 一会进去你可千万别无法长强的啊 放心吧 我一会儿一定会让你看到一个淑女的我 哎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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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谁呀这是 这是我媳妇 是 我是她媳妇 我叫大美丽 啊 弟妹啊 那那那坐吧 哎 经理 这不听说您瘫痪了吗 啊 嗯 这个 局部瘫痪 局部 哈哈哈哈 烙枕 是啊经理 这个烙枕呢 您可得注意 这烙着烙着 它就容易烙糊了 烙糊了之后 直接容易成 植物人 啥植物人 还脑血栓呢 经理 牛都脑血栓了 哎呀经理 你赶紧坐下经理 别 我们也没什么事儿 就是来看看您 好 给您带了点小礼物 嘿 放下 哈哈哈哈 不是 经理这些东西 停 这些东西啊 那可真是不一般 哦 你就说这个 橙子吧 哎呀 它为什么这么小 啊 为什么这么小 为什么 因为它这个种子 它上过太空 它是个太空城啊 而且经理 这个城子的玉力非常好 预示着您 心想是城 城市不足 败事有 啊 鱼鱼得水 水稻齐成啊 哈哈哈哈 哎呀 您再看这个 攀掌贵酒 啊 话说这个酒 在三千五百 两千五百年前 慈禧太后到老人家 过生日的时候 贤龙皇帝 亲手送给他的酒 那这俩是离的 他也远吧 是啊 远亲不如近邻吗 哈哈哈哈 那弟妹 那要按你这说法 那这木耳 那就更有来力了 哎经理啊 咋味啊 哦 好耀眼的木耳 经理 这个木耳 它必须生长在 昆仑山脉 天山之巅 要想踩到它 你必须要登上 竹木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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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 哎呀 只有这样 您才能踩到它 你说那是雪莲吗 是啊 没有雪莲的白 怎么能衬托出沫耳的黑呢 啊 算我不说寡闻了 媳妇儿 那些东西都是领导送给咱的 是啊 都是领导送给咱的 咱的 嗯 嗯 哈哈哈哈 那能差得了吗 我要知道是经理送给咱的 我就把词整得再硬点了 是吧经理 哎呀 弟妹啊 其实啊 就是这一箱海鲜是小川送的 还是送给你爸的 送给我爸的 啊 送给你爸的 是啊 送给我爸的是另外一盒 这盒是送给您的 啊 经理您就慢慢品吧 这个能治好您的病 啊 好好好 哎呀那我就品一品 这里边没有钱吧 我跟你俩说好啊 一会我打开之后 如果里边有钱 那你俩就犯错误了 小川 你给我走着瞧 经理 那个 那那您还是别开了吧 你不是送给我的吗 这是送给我 爸爸的 啊送给你爸爸的不是另外一箱吗 这个就是另外一箱 哎 我就喜欢这另外一箱 经理 哎呀 呀 啊 垃圾 垃圾 哎 经理 是垃圾 哎 经理是垃圾 哎 你在什么 别放钱 别放钱 哎 你是垃圾 小川 啊 我在你们两口的心里边就是垃圾吗 经理啊 你别生气 你误会了 这箱垃圾是刚才我在楼道里拾得起来的 我刚好去扔 你就把我喊进屋屋 这不误会了吗 哎 你让开 这钱是怎么回事 啊 出门的时候不是给你七百吗 那二百块钱呢 你行了 你够不要 经理 这五百块钱是你的 你们今天来给我送礼 无非就是想走捷径吗 我告诉你们啊 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捷径可走 我们共事这么多年 你还不了解我吗 只要你脚踏实地地干 就不怕 没有前途 行行行 那个 我今天给您添麻烦了 我两口子给您收拾收拾 我俩就回去 好好好 把这些东西 这些酒和这些东西都给你老丈人拿去吧 哎 不行不行 不合适 拿去 拿去吧 谢谢经理 谢谢经理 太丰盛了 走 再见 哎 对小川 给我站住 我说经理 你又干啥呀 刚才那五百块钱那是我得你还给我呀 哎呀呀 经理 我说真的那我得叫啥事 啥事 你嫂子要是知道我这月开工资少了五百块钱 那我就得跪榴莲了 妈呀 经理你跟我一个待遇 那可不 哈哈哈